寒风刺骨的冬天却有一群东大的学生在学风浪版 只能说这学生抗寒的功夫一流 现场不只有男生连女生也加入 更让人不敬畏他们由衷的佩服 这堂户外教学课果然是连笛笛 可能是因为刚刚才学会或者是天气太冷了手脚不灵活 花了好一番功夫终于帅气的踏上去 正准备要乘风破浪的快感的时候 才上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各个一面倒 而其实这时在低温中的海水中来学习 旁边的人光看都感觉到非常冷了 只能说这些年轻人的适应力让人扎折 个个都生龙活虎一般跃跃欲试 所以今天要玩的是什么 就是风浪版 就是我们家要玩的那个风浪版 那像因为你是女生啊 风浪版可能需要的力量是要非常的大 还是说其实它有它的一个技巧 为什么女生也想要尝试 刚开始一定是非常困难 因为真的很重 对女生来讲很重 可是如果就是你多练习 做到技巧的话 其实它很容易上手 然后风一来就很容易走了 就很重 这位来自香港澳门的乔生 喜欢台东的户外运动环境 他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的来推广 让他们年轻学子的活力 可以有地方可以伸展 东德国环境很适合跑户外活动 就好像收拾其他的 就还是要看政府举办活动那方面 他要多举办这方面 推广一下才可以 这情况靠我们水上 我们水上常常有去其他小学帮忙带活动 但是这方面还是 我们带活动其实带到台东本身的小学种水 但是其他的力量是做不到 还是要靠政府帮忙一下 台东的水上运动不缺乏 有了蜻蜓 有了冲浪 接下来的这个疯烂版运动 相信也是许多爱好水上运动的人 所向往的吧 很冷吗 不好玩 好玩吗 好玩 赞 以上新闻是由郑慧如张玉成 在台东的报告 让你开始打热了 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